我从来没有想到 抱错孩子这件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亲生父母带着那个被抱错的女孩找到我时 我正提着棍子 在小巷子里和一群混混抽着烟 他们愣住了 所有人下意识地护住了身后那个 看着柔弱善良的女孩 一 谁能想到我一个小太妹 居然会是辉月集团被抱错的真千金 小巷子里 看着明明身着校服 却抽着烟提着棍子的我 乔家人下意识伸出手 护住了身后那个好奇看过来的女孩 最前方 一对打扮端庄得体的中年男女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声音颤抖 你是贺思惠吗 我正叼着烟 文言熄灭了烟头 不解得点了点头 身旁的兄弟们面面相去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惠姐 这几人是谁啊 我还没说话 那个看着雍龙华贵的妇人 一下子冲过来 抱着我就开始哭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终于找到你了 不知道对方突然发什么疯 就连那个中年男人都眼眶通红 我刚想推开对方 一个年轻男子抿了抿唇 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贺思惠 你好 我是你的亲哥哥 乔叶 17年前 你现在的养母是我们家的保姆 她跟咱妈当时刚好一个时间怀孕生子 谁知道她动了歹毒的心思 汤姆荣华 把她的孩子和你偷偷调换了 我还没来得及惊讶自己的身世 只是注意到 当这个年轻男子 提到我的养母如何歹毒 如何汤姆荣华的时候 他们身后的那个女孩 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咬着唇性眼 隐隐冒着泪花 乔叶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 连忙转过身 轻声细语哄着对方 就连刚才还仅仅抱着我不放的所谓亲生父母 也下意识地松开手 回过头柔声安慰 小慧 别怕 不管你的事 你和妹妹都是爸爸妈妈和哥哥的宝贝 我们不会离开你的 呵 宝贝 当着我这个亲生女儿的面 亏他们也能说出口 二 当天 在兄弟们震惊的视线中 我坐上几千万的豪车 扬长而去 当然 云走前何非这个死货大声嚷嚷着 惠姐 狗富贵 勿相忘 弟兄们等你 我无语地扯扯嘴角 比了个OK的手势 一回头 乔家人看着我的目光极其复杂 我无所谓地看着他们 其实心里并没有太大波动 跟着我的好养母这17年 对我来说 只要能活着 其他都不能交事 至于被报错这件事 无非是将来我能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罢了 刚才还哭哭啼啼的女孩此刻止住了泪 面旁带着歉意 声音愧疚 妹妹 我是乔惠 你的 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抢走了你17年的人生 说着说着 又要开始哭 我的便宜父亲敏敏纯 叹了口气 而母亲和哥哥又开始红起来 我不耐烦的择了一声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动不动就掉眼泪的人 掉眼泪要是有用 那我前17年人生中 无数次期盼 有人能来救救我的时候 早就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 这位 呃 乔小姐 你能别哭了吗 你知不知道 从我们刚见面到现在 你已经哭了两回了 你这样我还以为 受苦受难受委屈的是你 可以别抢我戏份吗 我还没开始哭呢 对方哭泣的声音一下子停止 脸都僵住了 乔家人也僵住了 车里顿时一片寂静 我懒得理他们 垂眸看向窗外的风景 窗外可以清晰地看见 不远处的商贸大楼 明珠灯塔 我还是第一次 距离这些地方如此之近 半晌 我的好母亲先开了口 思惠 对不起 但你姐姐不是故意的 她太单纯了 容易多愁善感 但她真的只是 对你很愧疚 父亲在一旁附和着点头 而我的哥哥乔夜 拧了你眉心 看向我的眼神 无奈中带着一丝不喜 慈惠 小慧她只是有些害怕你回来了 我们会不要她 别去怪她好吗 而且 回去后你一定要好好 改改你之前的样子 你瞧瞧你这穿的样子 像个小太妹 甚至还会抽烟 女孩子怎么能做出这些行为呢 像小慧这样温婉闲静 才是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虽说是好言相劝 可语气中 却带着一丝命的意味 大概是说出来 乔家人此刻的心里话 我的父母不住地点头 就连这位离貌幻太子的 假千金侨慧 也善解人意地劝诫我 是啊妹妹 那些都是不学好的人 你不能老是跟他们混在一起 我听说你之前成绩不怎么好 一定就是因为这些人带坏了你 等回去后 姐姐扶到你的作业 我的衣柜里有很多衣服 你可以随便挑选 都是爸妈和哥哥买好的 咱们可以一起穿 听着这番茶里茶气 明报暗点的话 我彻底无语了 偏偏乔家人看着他的目光更满意了 大概觉得对方又善良又大度 是个好榜样 我觉得有些好笑 吃笑了一声 顶着乔家人略带责备的眼神 我只淡淡说了一句话 可是 我每年的学费生活费 就是你们口中的这些不学好的 混混给我凑齐的呢 这一切 拜你的好妈妈所赐哦 姐姐 还有我的好哥哥 你这么聪明 应该不会猜不出来 我为什么叫贺思惠吧 所有人都闭了嘴 面色惨白 就连刚才还振振有词的乔夜 此刻也不敢再指示我 至于乔惠 早已经面色涨红 捏着衣角垂下头 指甲陷进了肉里 我心中不屑地笑了笑 温室里养出来的花朵 哪怕是一朵杀人于无形的白莲花 还真以为自己能赢过深渊里 爬出来的石人花 三 乔家把我接回去后的第一件事 只为我改了名 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叫乔合义 管你世事无常 恩怨浮沉 我只为自己合义 乔家还为我的归来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 那个夜晚 乔家的所有亲属朋友 或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都来了 别墅里灯火通明 父母带着精心打扮过的我 在台上隆重地介绍 我的事情 在这些豪门贵族中 早就是个无人不知的八卦 所以也没有人表现出 特别诧异的样子 不过 我看着台下神色如常 和人谈笑自若的侨慧 行动吃笑了一声 估计给我憋着什么坏呢 果不其然 我一下台 他就眼急手快地拉住了我 妹妹 跟我来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同龄伙伴 他笑呵呵地 一脸为我好的样子 就连本来挽着我手的母亲 也赞同地说道 去吧 小一 跟着姐姐好好见识见识 我笑了笑 无所谓地跟了过去 沙发上坐了一堆少爷小姐 估计都是从小和乔惠玩到大的 一脸不屑地上下打量着我 有个端着酒杯的男生 更是从鼻孔里吃了一声 哪来的土包子 真以为什么圈子都能融进来呢 乔惠立刻忙着替我说话 哎呀 齐盛 你别为难我妹妹 她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 很多东西不太懂 我可告诉你 我们这个圈子 可不管你是不是亲生的 我们只服有能力的人 听说你一个小太妹 整天跟混混玩在一起 嗨 自己颠量了点 别觉得自己能动摇小慧的位置 她可不是你能比的 人家早早就能帮哥哥 处理公司的一些事情 成绩又好 马上高考上的国内的套 绝对不是问题 你最好收连起一些小心思 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对我的不屑 然后乔惠再适当地替我讲好话 等这一群鸡鸡喳喳的鸭子们 终于闭了嘴 我才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 说完了吗 说完了去给我拿点吃的 再给我端杯饮料过来 我就原谅你们 我懒懒的一屁股 坐在一个柔软的沙发上 所有人目瞪口呆 接着疯狂大笑起来 那个男生笑得最离谱 酒杯里的酒都洒了出来 哎哟哎哟笑死我了 乔惠 你妹妹这是什么极品 喊给她拿吃的拿喝的 她是不是失心疯了 乔惠面上责备地看着我 心里估计早就乐疯了 小一 你怎么能对大家 这么一致气使呢 为什么不能啊 我睁大了好奇的双眼 拿出手机 连接上大屏幕 点下了播放按钮 顿时 大屏幕上想起了刚才 这群少爷小姐们猖狂的声音 哪来的土包子 听说你一个小太妹 自己掂量着点 没人笑了 会场的所有人呆落木鸡 长辈们和一些重要的商场大鳄 面色漆黑 对面的少爷小姐们 脸色煞白 看着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不过脸色最白的 当然还是我家可爱的白莲花了 我的父母阴着脸走过来 一言不发的 看向在场的那些 少爷小姐的长辈们 就连那个讨人厌的哥哥乔业 也皮笑若不笑的 却站在了我的身前 乔会嘴唇捏如着 解释说自己刚才 试图阻止大家嘲笑妹妹了 但还是没能成功 父母到底对他心软 母亲拉住了他的手 让他别害怕 我轻轻扯起嘴角 心中讽刺 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一群人 此刻纷纷被自家长辈 压着来到我面前 陪着笑脸 哎呀 自己回回烤倒数 父母此刻也脸色稍缓 犹豫地看向我 小姨 要不就算了吧 都是孩子间的玩闹 我这么听话的乖孩子 当然要答应他们了 于是我无辜地看向面前 这群面色战红的年轻人 我刚才就说了 给我拿点吃的 再端杯饮料就可以了 我就原谅你们 这次没有人发笑了 一个个在在场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忍气吞声地给我拿吃的喝的 我喝着橙汁 最后终于丢下一句 我原谅你们了 我是个大度的好孩子 乔会那天的脸上 再也没有露出过笑容 回去后也安分了不少 可惜我还以为他学乖了 没想到他倒是给我憋了大招 四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 我壮丝无一般地提起我的养母 贺静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贺静 乔家人面面相去 神色有些不自然 乔会更是低下了头 要哭不哭的样子 还是我的父亲先开了口 他讨好的看着我 这个小姨呀 像这种人肯定有他自己的报应的 母亲也附和着 是啊 动他只会脏我们自己的手 乔会淡淡地吃着面前的早饭 并不参与这个话题 我似笑非笑地开口 所以你们的意思 就是不打算追究呗 父母面色善善 张着嘴吐不出来一个字 乔会叹了口气 还是无奈地开了口 小姨 外界现在都知道 贺静是小慧的生母 你也知道 若是亲生父母 有过违法犯罪的记录 孩子肯定会受到牵连 我们肯定是非常愿意 让这个女人受到惩罚的 但前提是 不能牵连到小慧 她是无辜的 而且 贺静毕竟也把你养得这么大 我们实在不好追究 你能理解我们的 对吗 乔会感动地看着乔家人 父母温和地拍着她的手 哥哥含笑看着她 一家人看着 别提多温馨感人了 我不合十一地吃笑了一声 打断了这温情的时刻 养我 在他们生气的目光注视下 我慢慢卷起两边衣袖 露出满是伤疤烟痕的手臂 母亲一把捂住了嘴 眼里冒泪花 就连父亲嘴唇也颤抖着 乔夜转过脸 不忍再看 只有乔会 咬着嘴唇握紧了拳头 我继续卷起自己的裤脚 两条腿全是细细秘密的鞭痕 看见颤抖的几人 我这才满意 笑了笑缓缓 把衣裤放下 然后扔下一句话 我去上学了 就不和姐姐你一起了 背着自己的小破包 我没有拒绝司机的接送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更何况是乔家的便宜 不过后来我想了想 大概是那天我身上的伤 太触目惊心了 家人的反应也太激烈了 惠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横高一姐回归了 说了多少回 让她少看点那些黑片 就是不听 我简直不想理她 同学都听说了我的身世 对于我是辉月集团的 真千金这件事都非常的震惊 确实挺让人震惊的 我心中冷笑 辉月集团的真千金 居然是个嚣张跋扈的小太妹 这换成是谁都会偏心 温柔善良又优秀的假千金吧 何非喊我惠姐喊习惯了 一时之间我也懒地管她 我毫不意外地 从她衣服兜里掏出一包烟 叫你别在学校抽 我走了就当不知道了是吧 何非笑嘻嘻地凑近我 惠姐 你在新家待的习惯吗 他们没有欺负你吧 我勾起嘴角 瞟了她一眼 谁能欺负我 她挠挠头 那惠姐 你以后还和我们玩吗 你会不会被那些人看不起 越说越小声 最后甚至不敢直视我 我冷哼一声 一巴掌按在她的头上 臭小子 怎么 不是说狗父会无相忘吗 这么快耸啊 你们怎么了 凭什么看不起你们 何非立刻抬起头 故作夸张 那不能耸 我们就得跟着 会姐吃香的喝辣的 眼眶却是红红的 我笑了笑 想起了上次何非哭的时候 她偷偷从家里 拿了两千块钱 和几个朋友凑钱 给我交学费 被父母发现后 死也不说拿钱干嘛了 她爸爸还以为她 拿钱买烟泡妞了 结果自然被狠狠揍一顿 那时的她来见我的时候 眼眶也是红红的 但是咧着嘴 傻笑着把钱交到我手上 我顶着舌尖 逼回了心头的色意 看着窗外幽远的蓝天白云 声音很轻 我在这个家 估计待不了很久 无 放学之后 我没有立刻回乔家 而是一个人慢悠悠地 走回那个原先的家 站在窗外 我叼着烟 淡淡地看着里面 摊染在地上的女人 估计又喝了不少 正醉生梦死呢 我一脚踢开门 她都没醒过来 脸上满是涂红 打着震天响的憨声 我缓缓地来到阳台 自己的狗窝 早就被这个女人 自己的背包 最后看了一眼 蓬头垢面的贺镜 又看了看这个 生活了17年的地方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我来到了小巷子 深处一家垃圾回收站 中年夫妻正忙碌着收拾废品 狭小的房间里 一个少年正挑灯写着作业 他旁边有个小女孩 安安静静地玩着自己的玩具 一点也不打扰哥哥 突然 他看见了我 眼睛一亮就要跑过来 我立刻躲了起来 地上涂流一根 已经熄灭的烟头 很快 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疑惑的男生 月月 怎么了 我看着小女孩用手比划着 张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男孩目光灰暗地看了看烟头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没有说话 牵着她的手转身回家 我看了一会儿 看天色已经黑了 便打了辆车回到了桥家 母亲问我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懒懒的什么也没说 桥会适时地告诉母亲 她这次模拟 考考了全年级第一 都是高三学生 我也是第一 不过却是倒数的 看着母亲毫不掩饰的开心和欣慰 我躺在沙发上 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一幕 妈妈们都很喜欢考第一名的好孩子 所以我轻轻松松考了第一后 兴奋地拿着老师给的奖状递给贺敬 那时的我想着 妈妈看到我能考第一名 一定就不会打我了 也不会让我饿肚子 可惜啊 那又不是我真正的妈妈 迎来的是暴跳如雷的贺敬 她面色扭曲 狠狠掐着我的胳膊 疯狂咒骂着 你凭什么考第一 一个剑种也配考第一名 所以之后 我永远是倒数第一 因为这样 贺敬会很高兴 她一高兴 我才有饭吃 才不会挨打 不过很可惜 她的独角戏到如今也该结束了 第二次模拟考试出成绩的前一晚 乔惠终于按捺不住了 她穿着睡衣 在自己房间门口笑着拉住了我 妹妹 我能和你商量一件事吗 我挑挑眉 顺着对方的意思进了她的房间 有一个阿姨正在她的房间打扫卫生 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乔惠小心翼翼地问我 妹妹 你能不能 不计较我生母做过的事 我冷冷笑了一声 凭什么 她咬着唇 小脸欲哭不哭 马上就要高考了 要是我的生母有什么事情 一定会连累到我的 说着还哀求般地拉起我的手 似乎在祈求 我想抽回手 她却不让 推嗓间 突然她拉住了我的手 又狠劲推了自己一把 那力道就连我都惊讶了一把 于是 巨大的落地窗篷的一声碎了 乔惠苍白着脸 仿佛一张纸鸢 从窗口落了下去 可她朝我露出了一个隐秘的微笑 转瞬即逝 从二楼摔下去 她倒在了花园里 周围盛放的白牡丹 显得她周身的血液亮的红 园丁尖叫一声 在房间打扫的阿姨也尖叫一声 乔家人跌跌撞撞地赶到花园 听着阿姨语无伦次地指着我 是 是二小姐推的 好像 好像他们因为二小姐养母的是吵了起来 我就看见 就看见二小姐把大小姐推下去了 母亲抱着已经不省人事的乔惠 悲悯一声 内眼模糊 仿佛看着爱子出世的悲痛天鹅 哥哥和其他人忙着打120 而我的父亲 给了走过来的我狠狠一巴掌 我被打到耳鸣 嘴角渗着血丝 却还是听见了他失望的怒吼 乔和义 你果然还是一个混混 你永远改不了你恶毒的性子 六 救护车来后 乔家人再也没人管我 随着医护人员一起焦急地赶去了医院 我顶着鲜红的巴掌印 从口袋里掏出烟河 抽出一根钢响点燃 漆黑的天空下起了雨 真是天空不作美 乔惠对自己可真狠啊 我无声笑了笑 虽然今生都只能做死敌了 但我想我还是挺欣赏这样的狠人的 因为我满身的伤疤让他清楚地明白 除非有比我更惨烈的伤疤 否则 凭他的生母他就永远无法在这个家立足 他想着摆我一道 我也让他成功了 第二天 乔家人满身疲惫地回来了 父亲衣冠不整 母亲一味洗面 乔夜更是厌恶地看着我 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把我狠狠摔在地上 语气酝怒 乔和一 你该庆幸小慧没出大事 可他摔成脑震荡 腿骨骨折 马上的高考根本无法参加 我们还是看错了你 你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贺静的事情跟小慧有什么关系 他甚至都没有见过他生母一面 你怎么能迁怒他 我告诉你 马上你跟着我去医院 给小慧跪下来道歉 我差点笑出眼泪 喂 不是吧 你让我给乔惠跪下来道歉 你们怎么不先让贺静跪下来 给我道歉 乔业满眼冷漠 那是你和贺静的事 与我们无关 和你动了小慧 就与我们有关 我了然地点点头 呃 原来是这样啊 可我就是不想给他道歉呢 这时 就连一笑号脾气的母亲也发火了 他指着我 声音颤抖 乔和一 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不可能是这么恶毒的人 我又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父亲坐在那里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再也不想跟他们掰扯 干脆利落地 拿出了我早就准备好的 断绝关系协议书 签下吧 再给我180万 我就走人 再也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 你们从来没有养过我 一年算10万 18年180万 我就是全身去个8 也得几十万吧 像是被我的语气刺痛 母亲转过身 不愿再看见我 一片沉默 还是我的好父亲 结果协议书毫不犹豫地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又扔给我一张卡 里面是200万 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眼前 乔母和乔业 不赞成地看向他 可他似乎真的铁了心 要和我这个亲生女儿划清关系 我收好协议书和卡 拎着自己早已经收拾好的小书包 哼着哥离开了这个 待了不到一个月的家 站在别墅外面 我一次也没有回头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给过乔家人机会 无论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庆祝会的时候 还是刚才 可惜 事不过三 七 很快无论是豪门圈 还是普通同学 都知道了这件事 乔家人回去的真千金 心思恶毒 差点害死温柔善良的假千金 不到一个月就被赶出了门 何飞和几个兄弟们 二百万呢 何飞低着头 抿着唇不说话 其他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我知道 他们怕惹我伤心 可其实 对于不相干的人 我从来不会花心思 更何谈伤心 更何况 我还给乔家人和乔惠 准备了两个惊喜呢 放学后 我在银行取出了一部分现金 挨家挨户的 还给曾经偷偷替我凑钱 交学费的朋友家长 这钱肯定是不能直接交给 何飞那些混小子的 不然指定落不到他们爸妈手里 这几个小子 估计能落风了包一年网吧 可叔叔阿姨们接过钱 听见事情的缘由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的笑了笑 我们早知道 他们是拿钱给你交学费了 就是气不过几个臭小子 平时那个混样子 故意打他们一顿而已 我挣了挣 随即恭恭敬敬的 给几个叔叔阿姨鞠了一躬 他们没说什么 也听说了我身上的事 可却没有一个人 露出嫌恶的神情 好姑娘 以后的人生要好好走 我真诚的道谢 转身离开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回了头 看见的是温暖的笑容 我的心也热乎乎的 后来高考的时候 乔惠真的没能来参加 啊 都是自己做出的选择罢了 人在得到的同时 总是要付出些代价 而我 在出成绩后 不出所料的排在了省前三 贺敬一直以为 我是倒数第一名 也只能考倒数第一名了 可我比谁都想逃离他 逃离那个地狱 想逃离 想从深渊中爬出来 我不验着血泪 伪装好自己 如何能得到这个机会呢 学校和所有同学老师 都无比的震惊 我也没查到 因为我压根没有作弊 乔和义考了省前三 他一直在藏桌 这两个消息 让无数人心头一震 包括乔家人 他们似乎有些后悔 我不知道是因为 我优异的高考成绩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 总之我也不想知道 乔家人来找过我 再出成绩的第二天 那时我早已 自己在小巷子租了个房子 他们不知道 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我回家后就看见乔家人 挤在我狭小的房屋里 神情很不自然 乔惠当然没有来 乔母看着我欲言又止 乔父揉着眉头 而乔夜叹了口气 闹病怒这么长时间 也该回来了吧 小慧早已经原谅了你 我们也原谅了你 我觉得好笑 看着几人甚至没有换鞋 淡淡地脱了自己的鞋子 换上拖鞋 你们知道吗 你们这行为 属于非法入侵公民住宅 乔父眉里间的皱纹更深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爸妈和哥哥来看你 还成了非法入侵 我不耐烦地 从屋里掏出那张 断绝关系写一书 看清楚没有 咱们早就断绝了关系 别来烦我 或许是被我无所谓的态度激怒 乔家人那天 愤怒地离开了我家 而我 我才懒得管他们 我又去了小巷子里的垃圾回收站 这次我招招手 在小家伙蹬蹬蹬要跑过来时 飞快地放下卡就跑了 卡上粘着的小纸条 迎风飘斩 给月月治病 爸 成绩出来后 国内的Top大学 纷纷向我示好 甚至开始抢人 也有不少老师 劝我去国外进修 但我选择了国内综合排名第一的S大 原因无他 只是曾经月月在纸上告诉我 他长大后很想去A大 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定会很骄傲 所以我选择了S大 也就等他个几年 知道我选择S大后 乔夜给我发来了消息 我早就拉黑了他们 但架不住他号码多 S大历史悠久 学风也好 是很不错的选择 爸妈想为你举办升学宴 你也该回家了 我吃笑一声 但这次却没有拒绝 也该送出我的礼物了 我发去消息 可以 升学宴的那天我会回去 乔夜几乎是立刻给我回了消息 叙叙叨叨的告诉我时间地点 还责备我做错事 不应该跟爸妈发脾气 我再没有回过他 他应该也意识到了 手机终于安静了下来 升学宴那天是个很晴朗的好日子 乔家人为我订了全程最豪华的酒店 我卡着点在乔家人焦急的目光中 慢悠悠的晃进酒店 看见我来 乔家人松了口气 看得出来 乔家人对我能上S大这件事非常自豪 会场布置得非常用心 不断有亲属或者合作人 端着酒杯过来 父母喜气洋洋地拉着我喊轩 我疑惑地想着 那天那个毫不犹豫 和我断绝关系 以及喊着 我不是他女儿的人都去了哪里呢 乔惠全程是脸色苍白的 他坐在轮椅上 被他的好朋友们拥着 一群人咬着牙愤怒地看向我 没有一个人过来喝喜 倒像是来寻仇的 还是按捺不住 那个曾经给我端吃端喝的 好像叫齐盛的男生 忍不住凑过来 皮笑若不笑地给我敬酒 乔小姐 你今天可真是风光 就是苦了你姐姐 本来今天应该也有他一份 可惜啊 他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乔家人身子一僵 笑容也暗淡下来 我大方被笑了笑 和他碰了一杯 原来是这事啊 巧了 我也正想跟我的姐姐道歉呢 乔家人一听 稀奇地看着我 其上反而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 他回过头 他像勉强笑着的乔惠 我亲自过去 在乔惠惊恐的眼神下 推着他的轮椅 带着他来到台上 乔惠几乎脸色透明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我旁若无人地打开麦克风 各位来宾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来到我的升学宴 相信大家都知道 之前我和我的姐姐乔惠 发生了点小矛盾 看着台下众人疑惑的眼神 我勾起嘴角 无辜地看向轮椅上无助的乔惠 我摁下手机上的播放按钮 大屏幕上喝喜的视频 一下子消失 变成了监控的画面 乔惠已经面无人色了 他不可置信地转过头看着我 我在他耳边轻轻笑了笑 乔惠 你不会以为只有你能买动阿姨吧 实际上 我早就花了钱买通了家里的另一个阿姨 让她早早地趁着乔惠不在的时候 在她的房里布置了监控 而所有人都被监控画面吸引了 监控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和乔惠的拉扯 甚至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突然 只见乔惠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猛地往后一撞 嘴角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再接着 她就摔破玻璃窗 落了下去 就是这么简单 可和上次的庆祝会一样 所有人呆入母鸡 乔惠 乔惠不可置信地转过头 看向台上的乔惠 乔惠全身颤抖着 看着台下众人失望 礼仪 嘲讽的眼神 一下子撑不住 晕了过去 我淡定自如地走下台 出会场之前 我走向已经全身僵住了的乔惠惠 送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力 对了 爸爸应该知道了吧 乔惠是你的亲生女儿哦 你和贺静的女儿呢 有 那天的事情闹得挺大的 乔家毕竟是C成有头有脸的人家 甚至上新闻 新闻视频里 晕着的乔惠被人嫌恶地送往医院 而在乔惠离开后 乔母跟疯了一样 疯狂拳打脚踢着乔妇 就连乔夜都没有阻止 所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吃着零食 看着这一出喜剧 觉得还真是下饭 我是怎么知道 乔惠是乔妇和贺静的亲生女儿的呢 是贺静酒后失言自己告诉我的 本来随着我长大 我就越发了疑心 自己不是贺静的亲生女儿 再加上他喝醉后 不停地念叨着小慧小慧 不是傻子 应该都能发现一场了 而且 我永远记得 我考第一名时 他愤怒扭曲的面庞 那眼神里是一种肚恨 是一种凭什么 你能考第一名的狠毒 他一定有个不如我的亲生女儿 还真被我猜对了 贺静其实嘴巴很严 可一次在他醉酒后 我引导着他说出了 全部的事实真相 原来当初贺静作为乔家的保姆 却和男主人偷情 甚至怀了孕 乔母当时也怀孕了 乔父当然不肯让贺静生下来 于是 这个女人动了歹毒的心思 趁两个孩子刚出生不久 他偷偷调换了我和乔慧 并且带着我远走高费 只是他没想到 被乔父发现了 乔父认得我脖子上有一块红痣 而乔慧没有 可他选择了沉默 因为怕他和贺静的事情 被妻子和儿子发现 他再也立不住 宠妻爱子的好人设 于是 我的亲生父亲 眼睁睁看着我被贺静带走生活 有五雷轰顶 可后来我也沉默了 因为我知道 谁也拯救不了我了 除了我自己 所以后来乔家人来接我的时候 我早已陷入止水 更何况就连抱有一丝希望的母亲和哥哥 都更偏袒乔慧 我不是没有给过机会 只是失望攒够了 后来的事情 也就是因果报应吧 乔家破产了 乔母和乔父离婚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乔父当初眼睁睁任由贺静 换走孩子的事情 也被爆了出来 乔家声名狼藉 公司股份也一跌再跌 再加上乔父乔母离婚 公司又经历了分割股权的动荡 整个公司早已疲惫不堪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乔父带走了乔慧 可也不见得是因为多喜欢这个女儿 恐怕是因为乔慧 再也无法投入他母亲和哥哥的怀抱了 多么可笑啊 原本以为续人关系阻挡不了他们的亲情 可一涉及到自身的相关利益 人都会变得那么自私 那么可怕 乔慧够狠 可他认不清现实 所以才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后来乔母和乔业起诉了贺静 贺静也成功混上了饭 乔业不停地发消息骚扰我 内容不是给我道歉 就是告诉我母亲有多想我 母亲 哼 我从来没有母亲 谁曾想 他们甚至来到我的小房子楼下蹲我 我再见到 这位名义上的母亲和哥哥的时候 几乎要认不出两人 乔母憔悴了非常多 再也看不出 曾经名艳大美人的样子 而乔业 年纪轻轻却爆出了不少白发 乔母几乎要给我跪下 我淡淡地阻止了 乔业语气苦涩 何意 贺静进去了 我们没有起诉乔盛年 是因为他是你的生父 如果有什么事情 怕是会连累到你 我嗷了一声 现在的我和当初受宠的乔会一个待遇呢 可惜我并不感动 我再次掏出那张断绝关系协议书 语气认真而严肃 当初我没有立刻拿出 那段监控视频自证清白 你们就应该明白了我的选择 请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和你们和乔家 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路灯光下两人面色煞白 而我早已转过身 只留给他们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从此以后 天涯再见即是陌路人 瞧何意该拥有自己的人生了 十顾月翻外 我一出生就是个聋哑人 爸爸妈妈没有文化 只能开一家废品回收站 生了哥哥后有了我 却发现是个聋哑人 家里雪上加霜 认识何意姐姐是个意外 那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只记得那天雨很大 何意姐姐光着脚 穿着单薄的衣服 蹲在我家的垃圾桶旁边 我好奇地戳了戳他 他凶狠地看向我 把我吓了一跳 几乎要哭出来 可我是个聋哑人 就算是哭都没有声音 何意姐姐发现了 手足无措哄着我 我止住了哭泣 不知怎么想的 从屋里偷偷拿出了 哥哥给我买的小蛋糕 小蛋糕透着廉价的香精味 可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后来 我发现了何意姐姐总是会饿肚子 就老是偷家里的食物 让姐姐至少能填饱肚子 还记得有一天 我蹲在地上画了一张水彩画 上面是哥哥 何意姐姐 还有牵着他们的手的我 何意姐姐依旧躲在垃圾桶后面 看着我画画 画完后 我送给了他 姐姐明显很惊喜 小心翼翼地收好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可是姐姐上高中后 就再也没来找过我 我只见过他两回 有一回他看见 我发现了他 转身就跑了 另一回也是 丢下一张卡就跑了 哥哥抱着我捡气卡 看着卡上的小纸条 额头贴紧了我的额头 我感受到了他的眼泪 滴在我身上 很烫 其实何意姐姐很笨 他以为我们家 一直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可是家里的食物 总是会偷偷减少 我总是会偷偷跑出去 哥哥和爸爸妈妈 早就发现了 但他们装作不知道 只是哥哥每次都会在不远处 偷偷看着我们 后来爸爸妈妈和哥哥 带着我去了医院 用了何意姐姐给的钱 里面有整整一百万 天生聋哑人并不好治疗 但医生叔叔们 还是尽力 让我能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 我有了助听器 也第一次听见了 虫鸟鸟叫 鼎沸人声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和哥哥 还有何意姐姐带给我的 爸爸妈妈他们 也更努力地工作 为了把钱还给何意姐姐 后来听哥哥说 何意姐姐去了S大 他也要考去那里 他比何意姐姐 只晚一年上学 哥哥摸着我的额头 声音是那么温柔 哥哥和何意姐姐 都会在S大等你的 我虽然还小 但还是郑重地点头 其实别看我那时虽小 但我知道 哥哥肯定喜欢何意姐姐 之前妈妈翻看 手机照片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有一张何意姐姐的照片 何意姐姐是我们 全家的大恩人 妈妈一眼就认出来她 拍得很模糊 但何意姐姐的笑容 那么热烈 那么耀眼 只有哥哥会偷偷 拿妈妈的手机拍 他还赖在我头上 那时我都不会 用手机拍照片 第二年 哥哥真的也考上了S大 全家热泪盈眶 哥哥也哭了 但我知道 他更多的是因为 终于能追上 何意姐姐的步伐了 那个夜晚 全家人紧张地围着哥哥 看着他拨通了 那个一直被小心翼翼 保存的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通了 电话那头 传来一声轻悦的女生 喂 你好 全家人都笑了 哥哥也无声地笑了 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桌子上 声音那么颤抖 你好 乔和一小姐 我叫顾时鱼 哥哥和姐姐的故事开始了 我也会快快长大 等我长大 等我长大 全文完